你们再试试看 我这边已经打包好了 就是Eclypus Classical的那个版本 你把它download下来 那目前最新的应该是4.32了 那这边选那个32位元的 OK那再来的话 下载那个 Enjoy的相关 相关的这个开发的资源 会是在这个 call.google的网站 那点击进来之后 这边有个Enjoy 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会到这一个网页 那里面有个叫 Get the Android SDK 或者甚至它里面有相关的说明 有关Enjoy的相关开发 这边有相关的说明 各位有时间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里面的话 我是download哪一个 其实它预设建议是用 那个ADT bundle那个版本 那这边当然也可以download到 那我这边的版本是这样 我是到这个地方 我是直接到我们的首页里面 就是直接从 看Getting Start 这边直接 这边有一个 Get the Android SDK 这边这个网页进来 进来之后的话 在它的左手边 会有一列 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download 预设是在 这个地方 那我是选择这个叫 Setting App and Exist ID 那ID指的就是Eclipse ID就是开发 ID的开发环境 底下有一个叫Android Studio 有没有 我刚刚有讲那个东西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玩玩看 之前玩 我之前好像还是在玩具阶段 那可能会更好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可以try一下 那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install的Eclipse 那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往下卷 一般的书里面 是叫我们复制贴上这个 但是呢我比较不建议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也试过 复制贴上之后 它会跑好久 那个网站有时候 等它回应 等它下载 大概至少有时候 等到十分钟 甚至超过 所以很多人会以为 奇怪是不是 是不是错误 还是卡住了 所以我会用下面这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去download 它的ADT在这里 直接把这个download下来 然后再去做什么 做安装 安装的方式 其实如果说你第一次 装这个Eclipse的话 它的路径在这里 说明就是help里面的这个 install new software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点这个install new software 指的是什么 你的外挂 就是install new software 就是从这边外挂进来的意思 那你可以怎么add一个 add一个 直接是名称叫ADT 注入此类的名称 ADT22好了 类似这样这样 然后呢location 刚刚不是有网址 你可以贴上去 按确定 它会去帮你去连 但是有时候 有快有慢 就看你平宽 有时候 但是这个很容易失败 我比较建议第二种方式 就是吧 你去直接点击 去哪里呢 去 因为我刚刚有把它下载下来 去找到你刚刚下载的那个网址 那个网址的话 应该是放在那个 seedia底下有个下载的路径 就是在 应该是放在 是不是 o video download 看一下 我会把它下载在我的这边 这边有个下载路径 那就给它一个路径 这样的话呢 它安装的速度会快很多 就在这里 我的路径在这个路径 那你就给它一个 它就不用再到网路上去抓了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然后把它指向 指向给它就可以了 直接给它开启 那它就抓到这个路径给它 按开启就可以了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已经装过了 像你已经抓到网址 不要再去更新 因为如果你在更新ADT的话 你就要再去更新SDK 因为它们两个是 一样的版本 你不能说你更新ADT了 但是你SDK没更新那很抱歉 你这个环境乱不起来了 好之前就有同学 就想要试 就试了之后问我 老师怎么办 我说你干脆把这个资料砍掉 重新解压说比较快 不然的话你要重新再去更新SDK 所以又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这个我想各位注意一下 好这个地方的话 从这里去更新ADT 再去设定你的那个 这个SDK 那这个环境基本上就ready了 大概是这样的 那还有其他中文化的部分 我想这个 这个有兴趣的话 这个可以到我的那个 懒人包里面就有了 那Android SDK懒人包里面有提到了 那可以去Equivus里面去下载 这个中文化的版本 然后把它解到你这个目录底下 它就会有中文化 如果你习惯中文化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界面部分 预设会帮我们开启的是 第一个是layout 我有讲过吧 所以你第一个要知道是 你的这个resource里面 会有个layout的一个目录 也就是resource里面 底下就是放所有的资源档 都放在这个res的资料夹里面 那底下会有个layout layout的话就是放我们外观 那请各位等一下把这个 预设应该已经把它开起来了 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请各位在上面布局一下 布局什么呢 预设的话 会有已经有一个什么 已经有个label 已经有 已经有个testview testview 预设是一个名称 好像叫做test 就是有一个testview1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从这边脱拉也可以 这边有个testview 那有分字体有中的大的小的 那你可以拉一个中的好了 脱拉过来 那我放的位置呢 因为预设是relative relative layout是指的是相对的位置 你把它拖拉过来之后的话 再做一个修改 那修改名称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上面要显示的名称 比如说原来叫做 原来的名称 你把它按右键 奇怪